大文山地区包括驱齿、平林、植坛、新河以及安肯等无所小学的教职员工 日前在驱齿国小举行旋风球友谊赛 这项运动既简单又有趣 而且不容易造成运动伤害 可以说是老少嫌疑 因此新北市旋风球运动发展协会期盼 透过这次的友谊赛可以在校园中大力推广 新兴运动旋风球最近在大文山区校园中掀起一股风潮 日前包括驱齿、平林、植坛、新河与安肯等无所小学的教职员工 就组成了六个队伍一起在驱齿国小进行友谊赛 借此促进校级交流同时鼓励大家多运动 驱齿国小承办新北市文山分区的国小老师体育促进的一个连椅活动 我们首选想到的就是旋风球 因为这是一个老少嫌疑的活动 希望就有老师来带动这个活动 那同时也可以让小朋友他在那个课程中能够 藉由这一个活动了解一些新兴的一个运动 然后促进他一个运动的一个习惯 这次主要是踩团体六对六竞赛 虽然很多参赛选手接触旋风球的时间不长 不过很快的就能够掌握到发球与接球的基本技巧 基本是旋风球运动发展协会监视郭金坤表示 旋风球的玩法简单老少嫌疑而且不容易造成运动伤害 这是小孩子幼稚园的老人家七八十岁都可以玩 因为它比较不会有伤害 它跟一般羽毛球或是网球 你球一过来你马上要挥出去 这个不是它是要停下来把球接起来之后 你才慢慢再丢出去 旋风球集合了羽球棒球与排球三种球类元素 算是一种安全性相当高的运动 玩法简单却又相当奥妙有趣 而这次在屈齿国小所办理的旋风球友谊赛 就是由新北市旋风球运动发展协会 大力赞助球局与经费 协会理事长苏金英表示 他们推广旋风球已经有多年时间 期盼这项运动能够在校园中受到大家喜爱 旋风球可以当作玩具也可以运动 然后这样子还可以玩的东西 然后它不会有损坏的情形 可以用很久很久 所以很值得推广 旋风球可以考验选手的反应与技巧 加强手跟眼协调能力 更可以促进团体合作精神 好玩又能锻炼身体好处多多 借此生命这门期新店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